我亦都会再讲熟马的朋友 稍等 熟马的朋友呢 在今年来说的话 我见不到有什么吉星在上面 正因为没见到有什么吉星在上面的时间来说 行事要低调要小心处理了 忍 大忍 再忍 在里面来说会出现了一个叫碎破 因为它冲太碎 冲太碎所有来的事情都非常之突然 你想处之太人都非常之困难 在过程上来说 也都小心人事糾纷的问题 因为本身呢 因为担心马的人会比较激动 冲动 一会儿一句说话两句说话就刺激到你 再加上一样东西大号 在明年上面来说会破大财 所以来说呢 在财政上面来说 我建议你将这些钱可以交给身边的朋友保管 对了 那不要留那么多钱在你身边 怕你一会儿控制不了 把持不住被人击两击就扔了钱出来 因为跟着之后就要带他 这样呢 真是不好啊 那所以呢会大号啊 难干加天哭 就是说 一会儿抱着财回到家 不开心呢 在这里哭都无谓啊 那所以呢 提一提你了 明年 小不忍 质乱大谋 忍一忍 温轻易度过 逢是在八字上面来说 如果逢冲的朋友呢 都一定是辛苦的了 所以你今年是辛苦了 我建议你都是去涉泰税啦